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从今天中午大家吃饭吃得那么的利索牙口那么好就知道 昨天大家已经把牙齿好好的梳理了一下 其实呢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跟牙齿有关的健康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先来考考大家 我们这里呢有一些平常生活当中的习惯看你们站到其中几条 来请看大屏幕 您是否会有以下的习惯呢 来电视机器的您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一起来自测一下 用嘴巴呼吸第一条你们会有吗 偶尔感冒的时候会 有因为我是长期是鼻炎卖鼻炎 所以我特别睡觉的时候我都用嘴巴呼吸 好用嘴巴呼吸有些人会有 常喝饮料 时不时 每个月有一两天想喝 偶尔会喝饮料 不少人都会有喝饮料的习惯 对啊 午饭之后立即睡觉 yes 你不是这样 哪有这样的福利每天都要上班 午饭之后就要开始工作了 对 他有午饭吃得好就睡得好嘛 对 午饭之后立即睡觉不少人也站到了 那刷牙的方式横着刷牙 这个是肯定不会的 我也会 但是只是轻轻地横着刷一下 大多数还是竖着我 我承认不会 好 嚼冰块呢 我有 有 有 喜欢吃冰的 蓝妹应该就想嚼冰块吧 我我我真的嚼不了 再嚼就把自己冻上了 刷牙之后 吃零食 这个我偶尔会 这个我偶尔会 我也偶尔会 对偶尔会吃 然后睡之前在宿室口就没再刷了 没错 其实今天的专家呢 他依然出这样的题目的原因就是 经常会有这些习惯的朋友 可能你的牙齿要注意了 很容易出现一些口腔科的疾病 所以要格外的注意 那么究竟我们的牙齿应该如何去保护 牙齿除了我们之前所讲到的牙周病 或者是牙龈出血 以及牙齿敏感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什么疾病呢 我们请出专家来跟我们讲一讲 我们请到专家是来自于首都医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 罗东青老师 有请 欢迎您继续锁定 今天要讲的这种口腔科的疾病会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讲取齿了吧 取齿 也就是我平常说的 铜牙 铸牙对吧 铸牙是一个口腔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了 感觉每个人都得过 特别是小时候 对啊 小朋友特别容易得铸牙 我们一般说到蛀牙就会想到 肯定是平常吃甜的比较多 吃糖啊 吃糖吃多了当然就会长蛀牙 有这样的必然联系吗 是的 吃糖呢 就可以产酸 这个酸性物质对于牙育本身 牙齿表面的本身是会有一定腐蚀作用的 所以呢 它是非常非常容易引起你的牙齿的这个取齿的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小时候呢 妈妈呀 爸爸就告诉我说 不能吃那么多糖 吃了那么多糖 那虫就要爬到你嘴里来 就要把你的牙齿给你咬坏 真的是吃糖吃多了 那个牙齿就长虫了吗 它到底是怎么产的 这个蛀牙 对 你说的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从老百姓讲的这个虫嘛 就是我们讲的微生物 一些细菌菌斑 在牙齿表面进行 待的时间足够长 就可以引起取病 酸可以腐蚀牙齿的表面 使牙齿的表面脱盖脱矿 而是牙齿出现缺陷 细菌继继续繁殖以后 这个牙齿就一点一点的腐烂掉 那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并不是说吃糖 造成牙齿的这个损坏 那我要多吃酸的 那不是直接就把牙齿给腐蚀了 也形成蛀牙了吗 那你说吃醋就会把牙齿给酸掉 有些人工作环境 在一个非常酸的一个酸物的环境里工作的那些工人 它就非常容易出现很表面的这种取病 广泛的牙面的取病 真的 是的 所以格外要注意使得我们的牙齿的环境 不要轻易的成为酸性环境 老师刚才讲到的四大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食物 对 比方说像吃糖就容易诱发取齿 经常吃糖啊 那除了糖以外 还有其他的哪些食物也容易产酸 也容易腐蚀我们的牙齿呢 各位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 好不好 来做个选择题 以下哪种食物吃多了会长助养呢 A 饼干 B 牛奶 C 水果 各位做一个判断吧 刚才老师说了啊 就是酸性的口腔环境比较会诱发这个取齿嘛 我选B 那我就选C 比如说我就想到的是一个柠檬 柠檬就是酸的吧 常吃这个柠檬啊 我可能就会长这猪牙 我选饼干 因为饼干就是又甜 然后热量又高 吃完了之后 我觉得饼干加特别容易附着在牙齿上 然后很不舒服 胖胖为什么选牛奶呢 因为小时候吧 就是上床之前呢 一定会先刷牙对吧 但刷了牙之后呢 爸妈会说 小时候在长身体 一定要喝一杯牛奶才让睡觉 喝完牛奶一般就没有再刷牙 而只是漱漱口 我就因为这样 反正我得过猪牙 所以我选牛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说老师 那到底是吃哪些食物 吃多了会容易长猪牙 您给我们做一个标准的解释 还是A是对的 饼干啊 饼干啊 所以饼干最容易引起这个取病来 牛奶呢 胖胖说了 刷完牙喝牛奶 喝完牛奶他没刷牙 他关键在于他没刷牙 喝完牛奶没刷牙上面了 他得取病 而并不是食物本身对牙齿的损害 对 养生小贴士 取齿是口腔主要的常见病 也是人类最普遍的疾病之一 细菌和残留食物 与唾液结合 形成一种叫牙垢的粘性物质 粘在牙齿表面 牙垢每天留在牙齿上的时间越长 产生的细菌和酸性物质就越多 一旦牙齿结构变弱 细菌就会将牙组织侵蚀掉 孩子饭后 瞬息棒棒糖 吃粘性糖果和干果和饼干等 都容易引起蛀牙 因此 减少食物在口腔内的停留时间 及时清理口腔尤为重要 老师 刚才我们讲到哪些食物吃多了 也许会引起蛀牙 那究竟哪一类人群 它也许是属于蛀牙的一发人群呢 小孩 小孩对的 喜欢吃甜食的女生 男生就不爱吃甜食了 不好刷牙的人 就是不注意口腔卫生的人 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观点都非常非常正确了 小孩 在小孩的一些特定的人群当中 特别是非常小的小孩 他特别容易得蛀齿 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小孩 是指长乳牙阶段的小孩吗 是在乳牙期的这些孩子的 老师您的意思是说 即使不怎么吃糖的小朋友 他在长乳牙阶段 他也容易引发蛀齿 跟他的喂养方式有关系是吗 对 好 这样子 老师也出了一道题 让各位一起来猜测一下 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喂养小朋友 可能会容易引发蛀齿 来 请看这道题 因幼儿最容易导致蛀牙的喂养方式是哪种呢 A 母乳 B 奶瓶 C 水飞 你们来猜一猜 这个不好选呀 这都没有什么生活经验 都没有什么生活经验 不知道啊 猜一个呗 还有他吧 我乱选一个呗 好 有两个人选C 就是当考试的时候 所有答案都不知道的时候 一般都选C 就是C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排除法吧 母乳肯定是最健康的吧 的喂养方式 然后奶瓶呢 现在奶瓶啊 消毒的也都特别好 清洁的特别好 水杯呢 可能会残留一些什么微生物啊 细菌啊 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不是特别好 我选C 好 老师他们选对吗 他们选的都不对 那应该是什么呢 是B 奶瓶 奶瓶喂养 那为什么奶瓶喂养会导致猪牙呢 奶瓶上面又没糖 而且奶瓶都是消毒干净才用啊 奶瓶也不用喂饼干呢 用奶瓶吃奶的孩子 他在这个奶瓶含在嘴里面的时候 他紧贴在上糖上面 对 奶瓶喂养的孩子们 他一般都是说 现在的配方奶嘛 都比较稠 都非常非常稠 他会紧贴在上额上面 在贴在牙齐上面 他不容易清洁的掉 当你奶瓶拿掉的时候呢 这些软的东西呢还在 所以他时间足够长 又非常丰富的营养 特别利于细菌的繁殖 这个时候呢 就容易出区变了 养生小贴士 最严重的蛀牙叫乳蛆 或者叫奶瓶蛆 孩子使用奶瓶的时间过长 奶水就会聚集在上门牙周围 造成酸性物质的大量产生 并且迅速的腐蚀牙齿 因此孩子睡觉前切勿饮用奶 果汁或者其他含糖饮料 即使是西式的含甜饮料 也会是取齿加剧 睡觉前可以给孩子喝的唯一饮料 就是水 牙疼不算病 疼起来真要命 进到牙髓里头去了 那就是牙髓炎了 牙髓炎的时候 有些好多人就是说 晚上疼得睡不着觉 就医不及时 后果很严重 比较重的时候 随着血型 就到全身这就迷信 血液病了就 今日健康话题 牙齿保卫蘸肢 别让蛀牙害了你 那老师我们这几期呢 一直都在讲 这个口腔卫生 还有比方说牙隐肿痛啊 牙周病啊 包括取齿 这样也就意味着 我们最好是经常 对我们的口腔呢 进行一些检查 去结牙的同时 它可以检查我的牙齿 到底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一些牙裂啊 就一些缝啊什么的 或者有一点点小黑点呢 我觉得都能够 及时地检查出来 对 很小的黑点呢 就是我们取病 当中的非常浅的 叫浅瘸 取病最早的时候 在牙幼稚表面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酸性物质 刺着腐蚀 它以后呢 就形成了一种 脱钙脱矿的状况 特别是长期喝饮料的 那个那些人 为什么长期喝饮料 容易使得我们的牙齿 脱钙脱矿呢 长期喝饮料的人 饮料是含糖量的 含糖的 它容易产酸啊 它长期喝 它长时间的喝 时间足够长啊 然后它就泡在我们的牙 相当于我们的牙 被泡在酸里面 你想想看 跟长期吃糖 其实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道理 是一个道理 如果要是说 再进一步的话 就是下一步 就是我们 就是比较浅的浅曲 像模型上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浅表的曲 看得到了 我们看到了 上面有一点黑黑的 黑色的这个浅表的曲 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它放这个模型 做得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它放在这个位置呢 是因为我们后面的牙 很难刷得到 有些人就刷不到 当你张着口的时候 特别还有上牙 上牙的后面的六 和第七第八颗牙 你张着口的时候 这个颠部的肌肉 是非常紧张的 它的空间是不足以 使你的牙刷 去刷干净这个地方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 容易出一种浅曲 当然并不是光 这一个位置有浅曲 除了这以外 它继续伸 继续往下伸 伸进去以后呢 就叫就是伸去了 在一个牙齿的灵面 可以发生这种曲病 我还有两个问题 想问老师 我觉得特别有必要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 女性朋友 已经开始做妈妈了 然后孩子也有 两三岁三四岁了 我经常去看到 他们家孩子的时候 那个一口虫牙 黑漆漆的动 我说你这个怎么 在保护你们家 孩子的牙齿 然后她妈妈呢 就会给我 这样一个回答 十有八九的会这么说 没关系啊 现在她长的是乳牙 因为到了七八岁 她开始换牙 长横牙的时候 我一定会好好 保护她的牙齿的 所以我想 向老师求证一个问题 是不是乳牙 随便怎么烂 随便怎么 都没问题 横牙保护好了 就好了 这肯定是个 错误的观点 哪错误的 肯定是错误的观点 为什么呢 那么前娶 孩子也是有感觉的 她会有酸症 她疼 她不好吃饭 她生长发育 是不是会受影响啊 当到了 娶病到生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她发生了牙齿炎 根肩周炎的时候 她是不是有炎症 她是不是会牙龈红肿 她可能肿得 连脸都肿起来了 那时候 到那个时候 你再去干预她 是不是有点晚了 另外在严重的 根肩周炎的话 还可以影响 横牙的发育 然后如果要是烂到了 就剩下牙根了 你不得不把这个 乳牙给拔除了的时候 她的横牙的萌出 还受到影响 所以她的观点是非常不及时的 所以刚才呢 帕帕帕所提出的这么一个现象 要格外引起电视机前呢 各位当妈妈的朋友 也得注意啊 不要觉得孩子的乳牙 总是要脱落的 长横牙的 到时候呢 再长出肩下牙就可以了 其实 这样会留下祸根 老师刚才讲到了 曲齿有前曲和深曲 您把这两颗牙 能不能够把它的这个牙膜拿出来 我们来做一个类比 那么当电视机前的您 一旦发现了自己有曲齿的时候 不管是在哪个阶段 比方说在前曲阶段 就是上面有一个黑洞 黑点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治疗 当如果不小心 出现到了这个深曲阶段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治疗 这就是一个类比 对吧 对 您给我们把它的阶段 再简单地讲述一下 在最浅的时候 这种前曲状态 我们只要把这脏的东西 这这黑色的东西 我们把它清洁干净 然后把它补上就OK了 很简单 要去医院去一次就OK了 是吧 然后如果要是比较深的曲病 成洞了 比较深的曲病 比这个稍微再好一点 这个已经太重了 比再好一点 那时候呢 我磨这个牙齿的时候 病人会感觉非常酸 非常疼 为什么呢 它是离着神经 离着牙齿越来越近了 我只要把脏东西越清 它离着神经就越近 这时候病人就非常感觉 非常疼 就很多人就去怕 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补牙 但是你这个时候补牙 我只要把下面盖一层 保护牙神经的材料 然后再把它补起来 还是可以完成 保持你这颗牙完整的 如果你这个牙 在这个时期还不治的话 它就更深 深到了牙髓 牙髓组织的时候 那个时候牙髓受到外界 牙髓就和外界相通了 那时候就可以引起牙髓发炎 就会非常疼 那时候治疗的时候 我们必须有的杀神经 做根管治疗 这一系列治疗了 就非常麻烦 时间也非常长 治疗的过程也非常困难 然后最后的时候呢 有些牙齿呢 还不得不做个牙罐 最严重能到什么程度 我听说能够到这个 败血症的这个程度 是不是这样了 是吧 这是真的是 有这种可能性的 那太吓人了 那你看我们这个牙齿下面 我再把这个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模型下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牙坏了以后 感染从上面进入到下面 我这牙齦翻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从上面这一个小的洞 感染到下面 然后感染到这儿的时候 这是是不是很丰富的血管 那么细菌就顺着血管 可以走到全身的 任何一个部位 严重的 严重的牙齿的疾病 严重的根肩周疾病 它可以使牙齦肿得很厉害 而且口腔里面 有很多的腔系 它的腔系里面 感染以后它可以堆在里面 所以比较重的时候 随着血型就到全身 这就已经起血症了 所以说小小的取齿 千万要引起您足够的重视 如果说不加以急需的治疗的话 很可能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老师今天也给我们讲述了 如何来正确地预防去吃 除了有良好的这种护牙的习惯之外 要定期地到医院去做检查 每半年或一年去一次 老师我们平常能够通过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 也能够兼顾我们的牙齿呢 对于取病来讲 我们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呢 就像水果类的 就像我们牙齿有一个自洁的作用 就它可以自己清洁 通过咀嚼食物呢 把牙面上那些软的东西都可以清洁地掉 所以像一些水果 一些蔬菜啊 像甘蔗啊 这些嚼的东西 都可以帮助你清洁牙齿 预防取病 好的 谢谢老师 那今天我们的大厨啊 也做了一道菜 据说这道菜呢 长期的使用也有助于 兼顾我们的牙齿 来我们的大厨 做的究竟是哪一道菜 这个贝壳吃的对牙齿特别好 它里边含有一些钙 还有一些灵 健康生活 饮食养生 欢迎来到养生厨房 我是胡青 我是幸福大厨夏天 专家跟我说 这个贝壳吃的对牙齿特别好 我就偷偷地查了一下 说这个贝壳为什么有好处 它里边含有一些钙 还有一些灵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关爱我们的这个牙齿健康 预防取水 这个钙和灵 就会对我们的牙齿特别有好处 那既然说到这个贝壳 那咱就不能随随便便地做一个贝壳的这个菜肴 就不能大家估 那今儿咱们就做一个万能的蒜蓉酱 才搭配这个新鲜的扇贝 蒜蓉粉丝蒸扇贝今天要做这个吗 没错 我太喜欢吃这个了 就是你知道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里边 我们称之为有两蒜 两蒜 蒜还有两个状态 金蒜和银蒜 要用两种啊 对 金蒜应该就是煎过的 对 做过油的 没错 银蒜应该就是生蒜 对 没错 银蒜就是生蒜 我们把这个大蒜呢 给它拍松以后啊 就让这个蒜汁先往外边 流湿一些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蒜的这种苦色味道 好啦 锅里边稍微地放一点点底油 把这个清洗好的这个蒜泥 放到锅里边 凉油就可以 凉油下锅 对 把它进行一个煎炸 那慢慢地去煎炒 记住了 在我们家里用的这种炉灶里边呢 锅的四周的温度会偏高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勤把锅边的这个蒜蓉 往锅心里边推 好 那咱们看到这个蒜呢 有一些微微的金黄色的时候 这个状态我们就一定要快速出锅 好 为什么呢 因为蒜啊 它非常的容易上色 咱们煎炸这个蒜蓉的这个油呢 它还会有一个余温 它会让蒜继续地成熟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蒜 在将近金黄 完全金黄色的时候 把它捞出来 好 剩下的呢 就是老味料 老味料 我们只需要往这里边加盐 哦 加在蒜里 对 胡椒粉呢 也是一样的 去腥皮鲜的 因为一般我们这个蒜蓉酱 都会和海鲜在一起搭配 对吧 所以说 食材本身的新鲜 通过这个金银蒜的味道 把这个海鲜的鲜味 给它完全地推到一个最高的状态 你看咱们为什么说这是万能蒜蓉酱 家里边如果出去吃烧烤 烤一个生蚝 烤一个扇贝 拿这个蒜可以 如果说咱们在家里边蒸个蒜香的 哪怕一个蒜泥茄子 你要浇上我这个蒜汁 吃吧您就 那把这个蒜泥和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扇贝 提醒一个处理 扇贝呢 把它稍微地片一下 这样的话让它成熟的速度 相对来说要快一些 好 好了 那咱们把这个切好的扇贝 放到盆里边 还是继续要给它一点点的盐 让它杀出一些水分来 让这个扇贝的口感更加地紧实 好 放一些姜蓉 水里的东西啊 食材一般都偏寒 要加点姜暖暖 没错 姜不光是驱寒啊 还可以帮助我们 让这个去腥提鲜 好了 直接把调好的这个蒜蓉酱 放到里边 把这个蒜蓉先和扇贝进行一个搅拌 那搅完扇贝以后呢 咱们再把一般都会给这个扇贝搭配一些 粉丝 对 绿豆粉丝 粉丝也要拌上酱料 对 让它入味 没错 先把粉丝垫在 底下 你看看 真是没少吃啊 吃起来倒是快啊 做起来还是需要一些步骤的 把这个粉丝摆好以后 摆上 大扇贝 那这个扇贝食材摆放一定要注意一点 不要把它这样落在一起 因为要蒸 对 让它承受度一致 一定要让它平放 那还有这个碗底的 剩下这点蒜蓉 一点都不浪费 对不能浪费 这个太香了 准备工作就是这样 咱们直接蒸锅上气 好 好了 四分钟到 关火 我特别享受这个打开盖的一瞬间 一种鲜 蒜香味道 我能看见这有白色的酱汁出来吗 对 这就是扇贝最鲜美的地方 我盘子已经准备好了 我口水都已经掉下来了 赶紧把它拿出来 好 因为这个扇贝在这个现代时间段 它只是八成熟 就在最后这一瞬间 才能让它的香味完全的释放 稍微的热一点点的油 这道菜虽然很快 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好煎熬 哇 最美妙的声音 真的是 我自己怎么就做不出来这个声音呢 应该今天学完以后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 这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完成了 蒜蓉粉丝蒸扇贝 一 姜 蒜 分别切绒 扇贝洗净 剔除外壳 备用 二 取一半蒜蓉 下锅煎至金黄色后捞出 用少量盐 胡椒粉调味 将剔好的扇贝放入盆中 加盐去水 静置片刻 三 将泡好的粉丝 姜 蒜蓉 扇贝肉 放至扇贝壳之上 上锅蒸四分钟 出锅后 淋扔一点热油 一份既鲜美 又能预防取齿的 蒜蓉粉丝 蒸扇贝就完成了 你先告诉我 吃扇贝 吃这些贝类食材 有什么好处 我先说了嘛 就是对牙齿特别好啊 就是 它有这个 盖和磷啊 大家要多吃扇贝 多吃贝类的食物 这样可以让我们 有效预防取齿 我能吃了吗 算你过关吧 好香啊 夏天老师 这个蒜香 嗯 很香 谢谢大家